神诸古王者和五大行星五老星 以及一目的真名引出事业政府背后的庞大体量 最新登场的古代兵器及新武器 木焰究竟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如果把大夸页算成一页的话 海贼王1086话 正片仅有12页内容 天赋罕见短小 但作为修看前的最后一张 其中预寒的信息量同样很大 而除了一些被刻意留下的谜团 至此 世界会议的大科已经被彻底填完 那么本期 就让我们来看看与之相关的所有细节吧 1086话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五老星和一目的名字 和1073话时大家猜想的一样 五老星分别对应五大行星 杰加尔西亚萨坦圣对应土星 其他五老星致命根据读音 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行星 其中马卡斯马斯圣对应火星 塔普曼卧球力圣对应水星 战巴龙弗威纳斯兽狼圣对应金星 最后谢波德什彼德圣对应木星 而结合他们各自的植物 其内部分共一目了然 这在本画中也有详细体现 当五老星召开内部会议 包揽科学防卫的萨坦 第一个提到尸首解决弹舞岛问题了 说到贝加旁的新武器圣母恋燕 又是萨坦首先说 那东西威力尚未可知 再将由他来请义母等待准备工作完成 一系列画书 读见萨坦在科学方面负责部分内容 事后萨坦随军队出征 再次体现他另一半的防卫指责 与之枪类似的 纳斯兽狼圣掌管财物 所以由他来建议实验地点 且他关心能否随心所欲地使用新武器 以圣母恋燕的成本 不出意外的话 世界政府的力图的根本 偏上进制度的实现和资金分配 很有可能也是由纳斯兽狼师来把控的 然后握求力圣掌管法务 因此很注重程序和法理 他提议根据实验结果处理但多道 毕竟想到毁灭陆路西亚 在政治上的威慑作用 整个思维方式 都奋行一套边界鲜明的框架和规则 总之人设是非常鲜明的 大家也可以自行以他们的职位 再去看看他们在以往故事中的发言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至于剩下彼得圣 马斯圣两人因为篇幅受限 对未体现和职务紧密相符的人设 但却着重表现了 吴老星对于义母的言听计从 只要义母定下目标 吴哥已经默契到极点老头 便会无视一切不合理之处 只求多方合作 以最高效率完成义母当然的意愿 这样的权力核心 放在掌控事业大部分资源的 事业政府高层中 无疑是非常高效而难缠的 在用章中反对腐朽之学势力们 并会迎来一场漫长且艰苦的斗争 最后仍要往海口证 义母的真名可能是内罗纳义母圣 扣布拉死前 也把义母大人的身份往着猜想上瘾 那我们先假设内罗纳义母 就等于义母大人 如果八百年前 二十王的命名方式和后来的天龙人一致 都是男性名字后面加圣 女性名字后面加工 那也就意味着 内罗纳义母及义母大人是个男性角色 这好像和如今义母身影 一丝女性现状不符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觉得内罗纳义母圣就是个烟雾蛋 因为以前有大佬恐惧 这名字大有文章 内罗纳的日语是可以合并为汉字神的 义母日语结合起来又是佛的意思 如此嚣张的名字 哪怕封在最初二十人之中 想必也是非常特殊的 甚至可能地位超然 不知拥有这名字的男人 是否有可能曾是二十王的领袖 调一波一的死敌 以上所有设定 自用的导向伊万科夫猜想之一 仅义母就是二十王之内罗纳义母圣 且已经获得永生 至于她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 倒可以用手术果蛇人格移植能力解释 例如在接受永生手术时 伊母在人格移植能力下 占据莉莉的身体 虽然目前情报太少 其详细过程难以推断 但我个人猜测 可能当时莉莉吉日手术果蛇能力者 她被逼为伊母之音手术 却在最后关头 将两人的意识互换 想要把伊母的意识困死她的身体内 但伊母却最后活了下来 而莉莉的灵魂 因为手术果蛇必死副作用死去 或者大家针对这段未公开的剧情 还有其他猜想吗 除了无老星加伊母 本化曾在神之谷活跃的王者 费加兰德加灵圣同样重要 费加兰德这一名字 在去年剧场版中Red中首次出现 当时纳斯兽狼生意肯定与其确认 乌塔就是费加兰德家族的血脉 可世人只知道乌塔尔红发香格斯的女儿 却不知道他是香格斯捡的 排除掉不存在羊母因素 光是这一设定 几乎已经就能实锤 相似就是出自天龙人费加兰德家族 而且当时配套设定集 说到香格斯罗杰等人 在神之谷带出财宝中发现的 一切线索都能对应上了 甚至如今这位曾经活跃于 神之谷的王者嘉灵圣 本大概率就是香格斯的父亲 以上人物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位高权重 从剧情角度来看 他们的名字公布绝非个人的私事 而是又带出了七个强盗 足以支撑十权天龙人家族 加上以往出现的已知天龙人家族 迄今为止 最初二十只王族血脉已经公布了一半 分别是 唐吉赫德家族 奈飞鲁塔利家族 博子瓦德圣一家 和内罗纳 借坡德 赞巴龙 塔普曼 马卡斯 杰加尔西亚 贝加兰德其大家族 目前还有大量天龙人不着信使 期待剩下十个最初二十人分支 能在后缺剧营中 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说完天龙的事 1986话中 给出贝德新武器圣母恋焰 也一定得详细说说 从事业政府角度出发 这是一件古代兵器级的新兵器 后来一炮抹去露露西亚 已经证明它十分好用 且这第一次被使用 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首先当年完全抹去神之谷的 应该是其他东西 即是明哥提到的 隐藏于马力乔亚 只要得到永生 就能掌控的国宝也不是这玩意儿 换句话来说 不管圣体隐藏是否是古代兵器天王 如今可以确定的是 加上贝德的新发明 一目首例 至少已经有两个古代兵器级的底牌 但站在贝业角度 其实正如荣所说 贝加庞克才不是奔热造屠杀工具 发明圣母恋艳的 这一部分不用多加猜测 因为得益于弹头岛片的长篇大论 贝加庞克整个思路都已经非常清晰 从1065话 淘宝团进入研究所开始 02莉莉丝第一次提到 火可以转换成任何能量形态 弹头岛用的动力源就是火 贝加庞克们正在追求 类似太阳的 永不熄灭的火焰 后来1068话 贝加庞克本体更是坦言 其实他追求的能量 十分接近驱动机械巨人的古代的能量 而之所以要追求能量 1068话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贝加庞克觉得 事业上的战争 很多都是为了争抢资源组织 他想将到时候充斥了能量收集转换 最后共享给所有人类 以求达到终极和平的梦想 可歇实 读物者备业的终极成果 最后就成了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 那么这件武器 也就是萨博看到的巨大黑影 到底有什么模样呢 很多人提到的 在所长贝加庞克办公室中的两个模型 便代表他此生最大两个成就 一是象征基因改造血统因子 另一个就是为收集火的力量 却最终融为新古代兵器的大刷器 说到血统因子 我们顺便来猜猜 本化出厂三个新吃天使的挂载能力 先重温一些战斗岛设定 1070话提到 以贝也的技术 恶魔果实中的自然系无法复制 动物系除了患用种极难复制 其他动物系很好复制 超人系 只要有血统因子就能复制 因为吃天使本身就具备了 鲁拿里亚一族堪称赖皮的防御领 所以其挂载能力 只会是超人系和动物系换手中 三人中 莫里亚和明哥的本体都有超人系 因此吃天使版本他们 应该还是会保留原果实 唯独老沙本体是自然系 需要重新给个能力 之前小鹰眼 小圣片的能力 来自于唐吉赫德家族干部 和巴洛克华克干部 但实际上巴洛克工作社成员 还在地方监狱时 就愿意着几人 还主要逃跑那几人 结合老沙战的风格 再加上唐吉赫德家族干部 小沙鹅可能选择能力如下 Mr.3 辣辣果实 霍雷波尔年年果实 吉卡石石果实 和迪阿曼迪的飘扬果实 以上这四枚果实 在实战中都能用出类似自然系的效果 目前我看石石果实的呼声比较高 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辣辣果实 因为老沙向来看不起Mr.3 说不定韦田老师 会恶趣味地让小鲨鱼得到其能力 想必以后老沙本体看到了 一定会满脸嫌弃吧 回过头看 目前十一位前七五海 已经有七位有了吃天使版 我曾猜测 整个七五海制度 其实都是为了吃天使 这一项目的最终完成设定的 现在来看越来越有可能 以上七人 好几人都属于刚展露头角 就受到失业政府邀请 或有种为了实验招呼潜力股的一位 而剩下四人 说实话被复制的机会不大 因为黑胡子加入是因为时间太短 彼时他得到名号 正份上顶要真人大时间 刚在玛丽乔车场席 不久后就公然判出了 治愈罗 身为别用拥先手术果实能一辙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会意识到 教书自己学业这一奇怪要求的敏感之处 八级和白二世 则是政府为了填补空缺 充其名声拉入火的 加入时间比较晚 也许来不及复制 当然我也希望后续发展能和我说的不一样 毕竟八级大战自己分身的场面 实在让人很失期待 视频的最后 我们从头到尾 将本话剧情和之前眼前交代 各支线后续串联一下 以简单梳理一下剧情 一 阿拉巴斯坦代表团失去国王和公主后 一直停留在红港 直到丹诺岛片结束还没离开 二 威威瓦波暂时被摩尔冈斯庇护 之后见证了摩尔冈斯 对丹诺岛分波的不真实宣传 三 波尼直接参与到丹诺岛片 后来通过得知父亲所有经历 四 炎帝萨伯 成了革命军民面上的旗帜 推动几方兵力暴涨 赢了八国起义的同时 带回的秘密让龙等人调整了往后策略 五 陆鲁西亚被毁 前几行动开始 世界矛盾进一步加剧 六 围剿七五海行动 后续只抓住了白尔氏 七 穆斯加鲁得胜被审判 但不同于扣布拉明确死亡 是选后来让黑马局长别参卧此事 可能这使人在发酵中 还有回旋的余地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 要审判他的 可是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啊 如果要想穆斯加鲁得胜得救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引出唐吉赫德家族背后 能与费加兰德加灵圣 平起平坐的大人物 定在穆斯加鲁得的回忆中 他和父亲感情很好 你罗兹瓦德能为了儿子出头 穆斯加鲁得胜父亲 又怎么可能胜把甘休呢 且在已经出场天龙人中 除了穆斯加鲁得的父亲 而以前的穆斯加鲁得 像个正常天龙人 如今的穆斯加鲁得 和明哥一家都非常与众不同 说不定唐吉赫德家族背后的大人物 也是个特立独行的异类 其实如今再看 明哥还是七五海誓 就算掌握了一些秘密 按理来说 也完全威胁不到事业政府 义母等人没让他永远闭嘴 小明还能以自己的身份 让五老星欺骗整个世界 其实就已经能够证明 唐吉赫德这个心事 在天龙人中拥有很高的话语权 但说到底 上面这些分析 都建立在大人物 愿意互端基础上 不然穆斯加鲁得胜这波 恐怕凶多吉少 正好海军 加盟国 天龙人 各死一个好人 韦天老师他真的太懂平衡了 以上就有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一个月漫长的休刊 才刚刚开始 就让我们焦急等待后续更新吧 忽日不觉间 陆飞等人已经很久没有登场 不知道韦天老师会不会顺带接着 费甲兰德加铃 甚至会神之谷的王者 顺便把神之谷誓言的大坑也给填了 或者先把丹国岛的故事讲完 就让我们期待后续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